关系安乐区民众通勤权益的金融市议员请政认为 目前的国道客运行驶班次仍不足以因应民众上下班的需求 因此建议金融市政府可以向台北市政府争取开放阶段性的路权 在尖峰时段允许金融市公车代班行驶 接送金融市民往返台北 向我们公路总局申请阶段性的开放路权 还有台北市市内道市府转运站及南港转运站的路权 让我们有金融市公车来代班行驶 服务我们国家新城及安乐社区附近站下班端的这些上班的这些市民 以及辅助国光1815 1813 他们曾经也无法复合的这个运载量 那本系在建议我们既然要代史公车代史的时段 早上的一个上班时间是7点到8点 晚上夜间回来从台北回来的时候 是6点到9点两个时段的班次的行驶 对此金融市长谢国良坦言 以金融市公车行驶台北市可能有困难 不过金融市政府已经编列紧急公路运输经费 试状况以游览车载运通勤民众 这个是我们有准备一个预算 就是说给紧急车辆去调度输运的时候 我们来做这样的事情 那这个是不能收费的 这就是比较紧急 所以我们就是说 比如说真的有发生 这个怎么样 就是拖太久回不了家的时候 那我们等于就是派空车去 然后把人就载回来 另外有很多议员先机 包括秦毅座也特别提出来 我们能不能用跳蛙的方式 因为跳蛙的方式是公路总局 以及我们台北跟新北现阶段一个模式 跳蛙只要在上下班的尖峰来开车就好 这个科研业者他们比较有意愿 就是说在离峰的时候他不用开 那比较长远的部分 其实我们这个国道科研 它欠缺失机已经是全台湾的问题 因此我们各县市也都提出来 尤其我们吉北北陶 都有提出来说 我们原则上会来争取说 客运业开放用双程巴士 量能能double 驾驶员的司机能解决 针对国家新城常出现塞车问题 秦真也建议金融市政府 在路口处进行车道调整 或是尖峰时段 采取弹性掉拨车道方式 以输解车潮 是不是我们交通处和公务处 去看一下这个路幅的宽度 够不够 假设够的话 是不是可以批为四线道 假设在路幅还没有批为四线道之前 我希望我们交通处 去可以临时性的早上 六点半到八点之间 用刁拨测道的方式 把这个上来两线道的车辆 改为双线道 让我们出去的车辆可以行走 因为早上进来的车辆很少 但是出去车辆很多 另外秦真也关心 长坑商圈的停车问题 呼吁在税务大楼前的 公共造产平面停车场 可以改建为多功能立体停车场 同时建议金融市政府 盘点全市所有学校运动空间 开放年轻朋友租借使用 记者张启辰 金融报道 税务大楼前的车辆